Hello 大家好 我是Goodshow TV 主持 Winnie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到陳師傅為我們講解 2012年的世界大使和生肖雲情 陳師傅 你好 Winnie 你好 陳師傅 我很好奇 你有個名字叫時空居士 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這個時空居士是朋友幫我改的 為什麼會改一個這麼有趣的名字呢 由於有一次在坐車的時候 朋友介紹另一位朋友給我認識 在坐車的途中我就說了 這個朋友一會兒你介紹那位朋友給我認識 是怎樣的樣子 五官是怎樣的 而且在2001年來講 他在那年裏特別是出外 旅遊特別多些 和他的感情生活我都有講到的 在那年就是204年 接著朋友很奇聞 你怎知道是否之前已經認識的呢 我會說 你說呢 當然我們不認識 為什麼會知道呢 就是我們透過時空裏面 突然間想知道那個東西呢 我們會取數 取數 總之呢我們取數裏面 是可以知道當時的人大概是怎樣 其實都可以知道 也有一個個案 和朋友去茶樓喝茶的時候 他就知道 我有這樣的能力 其實我又不是經常去用這個東西的 他就叫我猜 你猜不猜到我包煙裏面 有多少支煙呢 我說OK 那我在茶樓那裏呢 看我餐牌周圍去找數 好了 找完數之後呢 我就跟他說 你包煙裏面有13支煙 看是不是 然後拿出來數 數 果然有13支 好了 他也考我 想再收起來再猜多一次 不行一次就夠了 因為呢 當我們要取數的時候裏面呢 一到的話呢 我們取數就很準確的 但如果你經常去借助時空呢 去做這件事呢 去做這件事呢 又不可以的 是的 好了 亦都有一次就是 亦都很神奇的 因為我有位朋友呢 就是 出了家 大家都很多年沒有見的了 那一晚裏面呢 我想起他很掛著他 那一晚裏面呢 我就透過打坐 在時空那裏 好像用電波一路化出去 就是說 我很想去見他 我希望呢 我聯絡不到他 就是希望他聯絡我 因為我們很多年就沒有聯絡的了 好了 那當我發完訊息之後呢 第二天呢 他就給我電話了 又很神奇 那一天呢 我們相約在香港那裏 那裏見面 他剛剛回來香港 那又一想起我 就打過電話給我 那麽久沒見的 那他就說呢 好像收到我的感覺 因為本身出家人來說呢 他都是透過修行的 那他都有個感覺 有這樣的能力的 所以他就說收到我的訊息給他 那我是不是啊 OK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來說 就是說 是想說些什麽呢 我們每個人呢 都透過訓練呢 可以有很多能力的 還有日常生活裏面 是很多東西 是提示了我們 但是我們不自覺 因為我們是 不細心的 還有 是很多煩惱的東西 令到我們分量了很多細節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時空這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借助 宇宙的力量 時空的力量裏面 是可以 預知很多東西的 嗯 那命中率高不高呢 高的 相當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練習這件事 練習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當我們預知的東西裏面 我們可以美與籌謀 明白 陳師傅 2012年呢 莫過於香港人最關心的 就是選特首 我也很關心 是嗎 好了 那今年裏面呢 選特首呢 就是唐英年先生 和梁振英先生 好了 我就這樣看的 在今年來講呢 用他們的兩位先生的 百字去看呢 可以做一個比較 好了 梁振英先生來講呢 五行屬金的 唐英年先生呢 五行屬木的 表面看起來 好像金黑木 金佔優勢 但是這個木呢 是屬於什麼木呢 是柔軟的木 柔軟的木 柔軟的木 那梁先生來講 等於一把刀 那樣 一把刀一來的時候 那些柔軟的木呢 就纏住 纏住那把劍的 令它發揮不到的 好了 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個提示 還有呢 選特首呢 是講官 最重要是那個官黃黃 那個勢黃黃 如果單體八字來講呢 梁振英先生來講呢 他的命格呢 都是強的 好了 到唐英年先生 那個八字呢 也都是強的 好了 兩個八字字 我都是強的話呢 那我們要看官升 強不強 官升是代表 代表他的事業 也是代表他的官運 但是呢 其實梁振英先生 他的八字裡面 其實應該是一個 適合做生意 是一個生意名的 那麼他的官升裡面呢 在今年呢 就特別弱一點 因為官升是屬火 屬火的升 但是今年裡面呢 水勢太大了 水黑火 所以那個火呢 就代表官升事業呢 是受到傷黑呢 是比較弱一點的 但是相對呢 就唐英年先生來講呢 這顆官升呢 而且是正官價 這顆官升呢 是特別黃一點 其實唐先生來講呢 是一個真正是一個官名的 是 所以在今年裡面來講呢 有濕泥去生他這個呢 官升是特別黃一點 所以呢 如果兩者比較來講呢 是唐先生呢 是那個 選到特首的機會呢 是佔優是多很多的 還有呢 在唐先生來講 今年行運裡面來講 叫做官印雙生 是利功名的 所以在運裡面來講呢 都是對唐先生是有利的 而且來講呢 就是 兩個相的比較呢 就是說呢 梁振英先生呢 我們看這個位呢 叫做官位 那梁振英先生呢 在這個位上面呢 雜民比較多一點的 而唐英年先生這個位呢 就較為飽滿一點的 因為這個代表是官 也是代表官升 那兩者比較來講呢 就是說呢 都是唐英年先生的勢 是較為強一點的 唯一小小就是 唐英年先生的眼神來講呢 較為少許呢 就叫做平和 還有帶少許猶疑 所以在今年裡面呢 唐先生選到特首之後呢 假設真的選到之後呢 但是他那個 都是比較辛苦一些 還有那個 決斷力的方面呢 都是差一些 但是最好看就是 整個班底裡面呢 夠強就OK的了 如果這樣看來講呢 兩者比較呢 始終都是唐英年先生呢 是佔優勢多一點 咦 陳師傅啊 那你又怎麼看 2012年的世界大事預測呢 2012年呢 是一個都是比較特別的的年 我就這樣看啊 我計了兩支挂 第一支挂呢 叫做天雷無望 第二支挂呢 叫做小火椅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天雷無望就是 在今年裡面 又會有無妄之災啊 董事說 正在我們香港人來講 突然突然大事 就突然 reconnect著 所以在今年裡面呢 會容易被人欺騙 或者很多的欺詐的案 還有一些災難呢 是特別多一些的 hmm 但是另外一支挂裡面 小火椅是什麼意思就是 이나 就是意思就是 今年是一種 破舊形身的感覺 破舊形身 即是說 當分亂過後 裡面有一種新的景象 好了 我們再看一個立春八字 立春八字裡面來說 是看事什麼呢 是看事今年裡面 水是旺 木都旺 會發生什麼事呢 水旺 太旺的時候裡面 泥土企圖想去 折擊一些水 但是不行 沒有力 水蕩土虛 所以在今年裡面 地產的事業 整體來說地產 都是向下滑的 好了 水旺金旺的時間來說 木呢 強了 金自然是什麼 是弱 而且是金木交戰的情況 所以在今年裡面 金融、股市 都是向下調的 但是 它會有一個虛火的現象 但是我們不要被虛火的現象欺騙了 可能會有一個假聲的現象 但是最重要是 整個五行裡面 我們看一個趨勢 趨勢就是 土虛 金虛 是向下的 那麼我們 就不要被那種假的現象 去蒙騙了 第二 在今年裡面 既然水這麼大的時間裡面 會產生什麼現象呢 第一 水、黑火 火是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電燈、電子 就算這些行業來講 可能都是差一些的 還有來講 太陽 今年的太陽色裡面 在下面 出不來 而且水在上面 是險蓋著 有什麼現象 有一種 好像 好像 明明是有太陽的 但是被一些雲霧遮蓋的感覺 會令到今年裡面 很多人 無所蹊從 好像 見不到光芒的感覺 所以在整個五行來看 在今年裡面 會有些怪的現象 令到一種 就好像 覺得是 不知道想怎樣的感覺 想突破 又突破不了 而且整體的環境裡面 又好像很紛亂 而且比較差一些 好了 怎樣差化呢 配合星體 星體來講 就是 有一顆叫做五黃的星 五黃的星 就在這個叫做東南位 東南位裡面 本身 這顆星是屬土的 但是當它去到這個位的時間 就受到木的刺激 逢在空星裡面 不刺激它 影響不是那麼大 因為它是最惡的 當刺激它的時候 這樣就大了 那它影響什麼 這顆是災難 才會影響什麼呢 在東南方位裡面 例如 舉例 好像日本 或者台灣 菲律賓 或者災難 水災 地震 風災 而且在今年裡面 由於木刻土的時間 周圍各地 遊行 示威 暴動 那些都是會多些的 還有在今年整個世界上來講 由於金屋膠戰 還有水太大 令到世界上來講 會有一種 叫做 少少崩亂的感覺 還有今年 剛才之外 叫做集火界 是一個轉變期的 所以今年 各國是一種 各個國家來講 是互相一種 內心的爭鬥 鬥志 鬥力的 整個環境裡面 會令到紋身 可能會不太舒服 所以今年 我們怎麼去度過今年 其實最重要是 做事不要去衝動 平常心 還有在今年分亂的環境裡面 怎麼去增值我們自己 因為 從來分亂過後 是會平靜的 我怎麼去看今年呢 其實在今年裡面 就好像清潔一樣 即是說 好像大水一樣洗地 洗地 即是說 當我們要清潔的時間 可能我們會 那些垃圾 會養到到處都是 慢慢清潔 整個過程可能亂些 但清潔過後會怎樣 一定是很乾淨 很美 還有另外一個 就好像是什麽呢 集火鏡 是什麽呢 破舊形生 即是等於 一個地方不是很多 或者是一些舊樓 我們可能要拆出去 拆遷出去 然後建一個很漂亮的屋苑 很漂亮的屋苑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必然是 好像烏煙瘴氣 比較紛亂些 但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是換言一生的 所以在今年裡面 我們必須要 要增加自己的耐性 和平常心 如果今年裡面 越是衝動 越是容易做錯事 好了 還有一顆星來講 二黑星是 代表一顆病的星 但這顆土的星來講 在水那裡 在北方 濕濕的 所以會引致什麽呢 細菌 濕毒的病 無名 總毒 好像傳染病 所以來講 今年裡面 有些病菌星出現 可能是由北方來講 引起的 所以在今年裡面 我們自己都要小心 即是說 禽束那些 我們要小心 不要接觸 和在今年裡面 就是說 食物的污染 都很容易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今年裡面 由於這顆星是代表腸胃 所以今年是會特別 是腸胃炎的 所以在今年 在榴槤那方面 我們吃東西 也要小心一點 明白 其實呢 是整個 整個五行來講 去看 今年 其實是一個 叫做分亂的階段 嗯 其實就算怎樣 去分亂都好 我們最重要 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看自己的條件 嗯 自己的條件裡面 是說 能夠做到些什麼 還有呢 當你環境很好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 無所事事的 不一定是OK的 是某些人的事業 或者是財 賺到錢 是 但是在不好的環境裡面 我們怎麼做呢 就說 我們要冷靜去思考 即是說 在一個不好的環境裡面 我們要留意一下 有什麼可以創造機會呢 其實呢 每一次 每一個環境 我們都會經過很多不同的時間 以前都有分亂的時間 也都有分亂的世界 是不是 也都會有股市 樓市跌 環境很差 經濟蕭條 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在這些時間裡面發達 是你怎麼在分亂的時間裡面 尋找雙機 其實呢 我們留意去感覺一下 最重要看清楚自己的條件 自己的能力 不夠的話 在分亂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怎麼去增值自己 提升自己的能量 去看清楚這個世界的變化 走勢去做 所以在今年 雖然是差一點 但是不需要擔心 最重要就是說 平常心提升自己的能量 因為記住一句說話 陽光 被雲霧遮蓋 不需要擔心 因為正在下雨 是吧 被一些霧遮住 是 下雨會不會永遠下的 不會 不會是吧 即是雨過會天晴 是 既然雨過要天晴的話 在我們這段時間裡面 就說冷靜 不要那麼衝動 就算發生什麼環境 世界怎麼去變化都好 未至於那麼恐怖 即是說世界末日 未至於那麼恐怖 所以在今年裡面 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提升自己 做事不要衝動 冷靜一點 而且在我們香港來說 在今年裡面 也不是那麼差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在香港裡面 我們主要是靠旅遊業的 在今年裡面 水旺來說 貿易、出口、旅遊業 今年都暢旺 所以就由旅遊業 去帶動 重環經濟 而且目都旺 今年時裝 或者很多龜手袋 其實在今年整體來說 香港去看五行 不是那麼差 為什麼不是那麼差 因為我們香港裡面 運呢 要我們什麼 是要金和水的 和世界的運勢有所不同 我們香港要金水的話 我們要什麼 要金水的行業 即是說 香港其實是靠金融 還有旅遊 是比較多 當然地產都很重要 事實來說 在這幾年裡面 我們都是靠旅遊業 我們國內的同胞 我們香港就帶動 經濟 酒店 各方面 是一個循環的幫助 但是會受到大圍的影響 剛才說的 金融、地產 會稍為差一點 但是我們呢 在這個差的情況 不要緊 要我們冷靜去分析 看準長遠的機會 整體呢 今年不需要太過擔心 即是說 希望各位今年裡面 就可以冷靜 還有做事不要衝動 總之提升自己的能量 多些學習 在今年 其實不是這麼差的 嗯 那如果在娛樂事業方面呢 娛樂事業來說 今年水旺 娛樂事業 電影 都不錯的 電影 音樂 那些 其實都可以的 電影界 在今年裡面 都依然是這麼豐盛的 今天很多謝 陳師傅為我們講 介紹2012年的世界幻情 和流年預測 多謝陳師傅 不用客氣 每一位年 OK Good Show TV 想知道更多農年運程 立即踢入這個網址